今天台湾是不是出了一个大八卦 台湾娱乐圈一个自爆卡车 就黄紫娇 可能很多人不太认识 黄紫娇是一个主持人 好像也有唱歌吧 反正一般来说 艺人都会有点多惜 她好像是因为有一个女生 可能是个个人博主吧 然后说自己在十几年前 被黄紫娇性骚扰过 被她那个墙吻过 然后还让她拍裸照 跟她说这是艺术 那时候她比较小 那时候她好像十七岁 十几年前 台湾最近就是说 台湾有一些 曾经受过性骚扰的人 就是密兔运动 出来说一下 诉说成年伤痛 她看到这个 也想说出自己的以前的经历 十几年前有什么证据 拿不出证据来 这种东西 性骚扰本来就很难有证据 但是黄紫娇自己承认了 就是说那个女孩子 对她的指控 她指责 她自己承认了 她其实从头到尾 也没有说是谁 但是黄紫娇就发了很多视频 就自己承认了那种 我感觉她精神不太正常 网友推测出来是她 觉得应该就是描述的 很像是黄紫娇 然后黄紫娇就自己 出来说了 是这样吧 这是黄紫娇她 发的 然后又删掉的那个视频 我要讲的是 打小S 给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当年 我们在分手来来过程 来来续续的过程 前后了 当然也有一些瞎的事情 比如说 我有一些东西被小S发现 小S也不开心 她说等一下 她有一些东西被小S发现 小S也不开心 是什么意思 是说她当时劈腿了吗 好像是很多年前 黄紫娇跟小S两个谈恋爱 然后黄紫娇劈腿 然后小S就 反正两人就 这事情吵得很凶 是不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 他们吸毒喝药这件事情 我也一直过不去 我觉得她精神状态不太正常 当时她和小S谈恋爱 然后她劈腿被小S闹 然后她现在说 他们当时吸毒 怎么怎么样 可以去否定 否认 然后 红了二十几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还是可以否认 他们身边的朋友 阿雅也好 范晓轩也好 周俊伟也好 就是把所有人都 全部都逃过 全部都拖下来 还记得 像瓜哥啊 附中康什么的 还坐过牢 还是干嘛 往乐界是不是 大妈也好 摇头们也好 那个时候因为不流行社群嘛 所以很多摇头 可能也没有机会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YouTube运动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切 而我就逃不过呢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红下去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 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 当时大S跟光头在一起 在一个饭店 喝药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被范晓轩周俊伟的 在他们家里面 还有大小S他们也是 被邀请 被说服 被硬塞 我不快乐 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 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 光头很大支 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乐 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 甚至在飞碟对面的夜店里面都在嗑啊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 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我逃不过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得过 就是 都给我死 第二怕是讲那个什么吴宗献 我常合作的建哥 老吴 当年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我也是一头雾水 旁边有一个Angela 谁是Angela 后来猫出一个陈孝萱 又是谁是陈孝萱 后来猫出一个微微姐 谁是微微姐 他的爱情观到底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吴宗献 感情生活比较混乱 嘎 不是 但是我觉得他逻辑很奇怪 吴宗献感情生活混乱 对你的负面影响 就导致你去性骚扰 17岁的女孩子嘛 这 这很奇怪 你那时候不是已经 二三十岁了吗 对不对 人家感情生活混乱 那是人家的事情 你好像自己就是说 我是很纯洁的 我都是被这帮人带坏了 好坏好坏的这些人 他对我的负面影响很强大 对我的负面影响都是很强大 就我了解 他也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这真的就 这就很奇怪 人家指控他说性骚扰 他自己承认了 然后他又说 那我也要指控吴宗献 欠钱不还 当然欠钱不还很过分 我这里严厉的声讨 严肃的指控 徐家印还钱 人品 就算他没有做一些点点点的事 但难道他不是点点点的人吗 法叫点点点 点点点是不是就是说性骚扰 因为他被指控了性骚扰 所以他就说 虽然他没有被指控性骚扰 但是他也 他做了比性骚扰更坏的事 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听来的 听来的也乱讲 在Sandy家大喝哭着回去 我不知道谁呀谁呀谁呀 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 一样了 大家其实不都一样 都是都是假面 还有那个郑国成 在中山堂主持节目 后台抽烟喝酒 五鸡 等一下 我不太懂 在后台抽烟喝酒 这个事情 虽然我觉得 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 二手烟会伤害到其他的 但是也要拿出来批判 他是说中山堂是一个古迹 是个名胜古 他们是读鸡 就是古迹 这等于是说在故宫开奔驰 那大家不都活到现在 活得好好的 所以他们都没有错了 他们都很棒 只是因为他们不是me too吗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说出来了 我管你们去死 这时候真的好幼稚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说出来 我管你们去死了 你抽烟喝酒 你乱搞男女关系 你跟我一样烂的 就跟人家的精神状态不太正常 是因为他们没有性骚扰就可以了吗 我只是性骚扰而已 反正也没有人帮我去死 那个已婚女歌手 跟制作人搞在一起 对哪是你情我愿啊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好像他好像分不清楚性骚扰和出轨方面的问题 就是出轨劈腿 这个其实就是挺不好的 但是是一个道德范畴 但性骚扰是法律范畴吧 但你敢不敢在台上说吗 如果是你情我愿 还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魂内出轨啊 后来形象也好得不得了 好到现在 为什么就我跟小S 形象变成那样 哦 哦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年当年他跟小S 谈恋爱 然后他 据说是劈腿了 然后小S那时候是主持人嘛 比较敢讲 然后就把他劈腿的事情讲出来了 然后他就被谦夫所指 就被很多人那个 很多人骂说你是渣男啊 说你是那个负心汉王八蛋啊这种 他就觉得自己遭受到的公众的指责 超过了他所犯下的错 因为因为说 哎呀你们谁不出轨啊 你们谁不劈腿啊 怎么就就骂我一个人啊 就那种感觉 只是我只是我被爆出来了而已 你们装什么圣人啊 就这种感觉吧 对吧 为什么就我跟小雷斯 形象变成那样 你的形象都这么好 舞台剧一场又一场 谁是舞台剧啊 谁呀谁呀谁呀 你们不都很厉害 你们不都很屌 你们不都很幸运 我没有要非得要脱大家 就是你这话真的是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说出来 我管你去 服了 你这句话 你自己亏心不亏心 你前面说的不都是放屁吗 什么叫 我没有非要脱大家下水 你他妈在说什么呀 你脑子不正常啊你 你敢做敢当啊你 神经病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都说我管你去死啊 我不管了啦 我就是要讲 然后现在说我不是非要脱大家下水 他当时说什么别人吸毒 我看他 嗯 不管他有没有吸毒 但是脑子是不太正常的了 我就一直在思考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原谅这件事 有没有放下这件事 有没有你明明知道 但你就算 他肯定很气 就是说 十几年前的事情 现在非要爆料我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那如果你不能原谅我 那我也不原谅这个世界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 我也伤害过被啊 我也被伤啊 有一位这个姓陶的 不会是陶经营吧 我不认识其他姓陶的了 又是谁啊 谁敢跟你讲啊 你到时候拿去节目 不是 他现在怪别人说 我要是跟你讲了什么 你拿去节目讲 那你现在又在干嘛呢 这个人真的好混乱 那你当年 好壁滑的够了 明明在一起 我还记得在演技界的巷弄 约完会散步 你就硬要走在前面 我还写了一首歌叫做 你总在他们面前 你怎么突然唱起来 表现你对我一切不问不问 明明在一起就不好 突然来到印度电影 你还要不要跳一个 我来分手 还记了一封信 还把他那个署名的地方撕掉 我都留着哦 傻子 把我骂了一顿 扯东扯西的 这都是我的阴影啊 那艺人如果说谈恋爱 然后在公众场合 还没有打算分 打算公开的时候 一个人走前面 一个人走后面 这不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吗 那个姓贾的也是 是你在追我 贾静文吗 贾静文怎么可能追 追追黄子娇啊 我觉得贾静文 比黄子娇高耶 这可以说的吗 那是蔡淡德啊 你在追我 后来突然间又分手 消失去撒小 然后下一个同意是神经病啊 始终不承认 你丢高 不承认什么 我不懂啊 他的意思是说 这几个女星 或者说女艺人 都追过他 和他谈过恋爱 但是不愿意承认 很伤害他 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吗 他的敏感而先细的自尊心 在这里受到了伤害 说啊 为什么你跟我谈恋爱 都不愿意公开 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手 我好受伤哦 所以我要去 性骚扰人家小 小女生 这阴影我都放在心里 阴影我都放在心里 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伤痕 你们真的都 犯过错吗 你们都 没有秘密 不想被人家知道吗 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些 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就像我 我其实 头发掉了很多 最后的这个转折 真的好奇怪 最后的最后出来说 你们有没有秘密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其实我脱发很久 我好怕他吃熟掉带货 卖假发片 偏假发 我也没有在避讳了 只是觉得也很累 真的人生好难 他就差点说自己扬尾了 我其实 头发掉了很多 来来缓解一下 那个男观众的脱发焦虑 就是他把一些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拿来相及并论 全世界都对不起我 别人乱搞关系 乱搞男女关系 吴东宪 感情生活很混乱 乱搞男女关系 给我造成了 很坏的影响 还要不是你爹 就算是你爹 那也不是理由吧 这件事烧到中国了吗 这件事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呀 怎么叫烧到中国了呢 我建议你自首吧 One China 目前为止呢 大S出来说 没有的事 小S出来说 没有的事 念一下那个 小S的那个回应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吸没吸毒这个事情 很难得出结论吧 我觉得吸毒要证据确凿 一般有两个事情 一个是被抓到 就当场抓获 你正在吸食毒品 第二个就是 在身体里 比如说毛发呀 或者说尿液呀 什么检测到毒品 这两个是实锤 其他的 就是只能说是传言 你相信一个将死的人 但我看他精神不太正常 其次他也没有真的在自杀 他不是自杀 他是自残 我觉得就是说 关于他指控的 或者说他爆料的那些人 吸毒的事情 我觉得短时间内 很难有就是结论 因为他这个是口说无凭嘛 对吧 其次那边不会承认 也会否认 然后群众可能不会相信 就是处于一种 比较混沌的状态 不会有结论了 你说这个故事里面 我最信什么 如果你非要我说 我最信什么的话 我比较信 吴宗献 感情生活比较混乱 其他的不好说 其他的指控比较严重 曾国成承认在古迹抽烟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实际上 你就是就是影响不好 但是也不是很大个罪 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拿提出来 讲就觉得很 很desperate 我觉得吸毒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乱搞男女关系 在娱乐圈里面 也算是一个怎么讲 影响人设的事情 但后来他去扯人家什么 在古迹抽烟啊 喝酒啊 或者说别人跟他谈恋爱 不肯公开他 走在他前面 不肯跟他手牵手 这种事情 就感觉很无厘头 就有点像说 我在这两天两夜里面 我想进了我所认识的人的 所有的黑料 前面的都讲了 后面我再想起了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 再跟大家分享 他想说都不是玩人 都有问题 但是他就感觉很desperate 结果他最后说要带货 过蓝白脱吗 可是我觉得这个 拖鞋真的不好看 有个偷偷说 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 但不可以说蓝白脱鞋丑 那如果说承认蓝白脱鞋好看 我们就是一家人的话 我今天就给国台办 发消息 说我立功了 快让我回去吧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人要在很多年之后 才来说这些 以前的伤痕啊 伤痛啊 可能时间太短的话 就做不好准备吧 说一个不是我的 心理阴影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以前在工作中 也遇到性骚扰 但是我 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造成 很大的心理阴影 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拉着我去出差 然后喝多了 就非要抱我呀 要亲我呀这种 但是那时候 我刚刚参加工作 我其实也没有太把这个当回事 我觉得这个人只是喝多了 只是就是糊涂了 后来他出差叫我 我还去 如果说我现在出来去 所谓的捶他啊 大家肯定说我是神经病 说啊 你在他手下干了这么几年 你为什么在他第一次 什么不阻止 第二次不阻止 第三次你还和他一起出差 但实际上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那种 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的 那种相关的想法 因为就是说 他最严重的一次是 喝多了 非要亲我 但后来就 就没事了 后来他就结婚了 那时候他有个女朋友 后来结婚了 就正常了 我就觉得 哎呀 人家就是喝多了糊涂了 也不用太 这个 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 确实是性骚扰 对吧 但我也没有 就是对我造成 很大的心理阴影 因为 这个事情结束了